原物料掌聲響起 現在餐廳也hold不住了 王品集團更開出第一槍 要來調整售價 不過如果您手上 還持有餐券的話 到底是要趕快花掉 還是可以再等等呢 每年旅站企業和民眾 砸大錢買的餐券 到底會不會受到影響 以集團旗下的王品牛排為例 目前售價單張是1529元 10張以上優惠每張1390元 王品表示餐券沒有使用期限 餐費調整之後 民眾持餐券消費也不需再加價 但是從10月25號開始 餐券會跟著調漲 單張變成1595元 漲66塊 10張以上每張1450元 漲幅約4.3% 漢萊集團也在討論 是否要跟進漲價 而最快也是在明年第二季之後反映 業者表示餐券部分 如果是明年才買的新餐券 不會立刻漲價 會提供三個月的緩衝時間 但如果是在2021年或是更早以前購買的舊餐券 就必須要在餐費調漲之後 不差價 那三個月之內您所購買的餐券是不會 就立即會反映餐價 所以如果您是在明年的二月購買我們的餐券的話 最快也會有三個月的一個沿用期 至於美福牛排館本週新菜單小福挑張3% 以及還在觀望中的乾杯集團都沒有販售餐券 所以不影響 但消保官提醒民眾還是要留意使用期限 超過了餐券的一個優惠期間內來使用的話 那當然這個餐券就會被打成原本一個購買的面額 有可能就要補上表彰以後的一個差價 另外各餐廳做法不同 消費者食用餐券或購買錢都要再三問清楚 TVN新聞 須孟傑 我是瑞太報導